大家看到我身后哪棵树没有啊 前几年还挺好的 一棵芒果树 现在就这样 现在叫双打了一样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来 人这辈子保不齐就会遇到坎儿啊 就会落难 现在到海南来度假的 除了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 退休了之后没班上了 没人搭理了 自己找乐 北班天太冷 气管不好 跑到海南来休息之外 也有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在职场上 也包括一些在官场上 商场上 倒霉了的 遇到坎儿了的 落难了的 还有一些大病一场 到着来康复的人 所以跟朋友们聚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说一些家常话 我觉得有些话说的蛮好 这些话 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心灵鸡汤 但是有的心灵鸡汤俗不可耐 有些心灵鸡汤 则是直指人心 确实让人心灵深处受到震撼 比方说您听过没有 钱没了可以再挣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爱情没了可以再找 朋友没了可以再交 你生来就一无所有 怕什么 无非从头再来 水到绝境那是瀑布 人到绝境才会重生 半山腰总是很挤的 你为什么要努力啊 因为得努力到山顶去看看呀 人生这道题啊 没什么贤见之明 怎么显得有遗憾 真正的强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心掏出来 自己缝缝补补补 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 活着就该逢山开路 欲水驾桥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便是重生 有人说这话是一个日本企业家说的 有人说这话谁谁谁说的 不管谁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读了之后 我觉得讲得好啊 昨天晚上一帮朋友聚会的时候 有人说了类似的意思 但是没这段话说的精彩 我相信这是在互联网上 一个东西流传来流传去 不断的被一些人补充 最后才变成了 类似于筋骨弦文里边的内容的样子 还有 你不会的东西 你读着觉得费劲的东西 学着特别困难的东西 你当然不懂了 不懂才难嘛 那就要努力先搞明白啊 你把这事弄明白了 你就比别人优秀了 因为大部分人都舍不得花力去去作严 说到这儿 我愿意说说我的读书习惯 我有读尖色的书的习惯 从小就这样 费劲我才读 读不懂我才往死了读不硬读 你读不懂是啊 我读一遍不懂我读十遍呢 我时不常拿出来翻一翻 我读一百遍 你当然依然不是专家 可是你比平常人 你读的当然就多一些啊 比如说当年 我在江湖上和那些装神弄鬼的大师过不去的时候 那不是光你表演了一个拆穿人的把戏就完了 得讲道理 要用道理服人呢 很难的 所以我就下功夫独立接触 比方说神经科学 神经科学这么大 我一点都没夸张 这么厚 往死了看 硬着头皮看 看也没看明白 但是我比不明白的人还是明白一点 什么内非太多吧 氨基酸丙胺 二十胎五细酸 二十二十胎六细酸 我还是知道一点皮毛的 你努力了是不是就一定比别人优秀了 那不一定 但是你比有些人优秀 那是肯定的 就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懒 懒得花力气去钻研 所以他们被自动淘汰了 所以你的执着的努力就占了便宜了呗 所以请相信相信的力量 选择一件事就坚持去做 低头赶路 不问前程 坚持一件事一辈子 谁跟谁能差多少啊 在这个世界上啊 绝顶聪明的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 那天生的文曲型那是绝对少数 特别特别傻的 智商七十以下六十以下的人更少 绝大部分都跟我这样 资质平平就一般人 那既然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那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吃苦的精神比别人多一些 那你就多看一些风景嘛 多蹬几个台阶嘛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是毅力和习惯 最小的差距就是至上 所以你低头赶路 不问前程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 几十年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吸引 如果有一天 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 那你的梦想 就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这个世界上不公平啊 有人欺负你啊 没有被别人欺负过的人几乎没有 那别人欺负你怎么办 欺负你的人呢 是因为你软弱 但欣赏你的人 则是因为你自信 不在乎你的人 因为你的卑微 爱你的人 因为你的自爱 你遇到的人 都是被你的能量吸引而来的 你是谁便会遇到谁 你对着镜子笑 镜子里的人对你笑 你对着镜子哭 镜子里的人对你哭 你对着镜子里的人 做个鬼脸 吐一下舌头 镜子里的人会发现 You are very humor 你很幽默 所以大家发现 有鬼里面要敢自嘲的人 勇于自嘲的人 不怕流言蜚语 不怕网暴的人 不带有个强大的内心 更有一个幽默的个性 幽默是我们面对苦难生活 面对不如意的生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 懂不懂得幽默 有没有幽默感 是一个人是不是幸福满足快乐的重要的标志 当我们既不幸福 也不满足 也不快乐 大倒七霉的时候 我们依然需要幽默 有人说 我其实别的方面还可以 我就是一拍桌子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情绪失控啊 你为什么控制不了 你没问问自己啊 你如果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这个臭脾气 就算是整个天下是你的 也会被你毁掉 戈壁王奶奶常说 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高的修养 最重要的修养 搞对象 你要搞了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 他爱死你了 也会爱死你 因为你情绪不稳定 你做不了自己心态的主人 那你就是情绪的奴隶 乱发一通脾气 接受不了自己发脾气之后的结果 谁都一样 都会遇到糟心的事 遇到人渣 自己是人渣 也会遇到渣人 那怎么办 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表达 当情绪一直来临的时候 眼看着控制不住了 肾上线急促 分泌抗气 手在抖 脸变潮红的时候 你不会脑袋撞墙啊 进厕所里把自己闷到里边 抽自己嘴巴 你必须学会按下暂停键 无论你在哪个台阶上 无论你在什么样位置上 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 记住啊 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 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就请注意 别放纵自己的情绪 痛快痛快嘴 自个儿收拾烂摊子 还很可能根本就收拾不了 所以啊 亲爱的朋友 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掌握了多少知识 有了多少钱 而是你看清了多少心灵的宽度 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你能够包容多少人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呗 修行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心 为事多变 唯有从心处罚向心而行 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 不纠结 不惊慌 不迷茫 一切始于心 注于心 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 这话怎么那么肉麻呀 这话怎么那么假呀 对呀 因为大家讲出这种类似格言的句子 相互之间把自己认为是格言 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抄这些花里胡哨的句子 那就因为做不到 做不到为什么还要说给别人 那就是彼此勉励 相互勉励 共勉之 因为做到这些那就成神仙了 因为做不到才是常人 可是常人和常人有差别 就是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 而有些人呢 叫不及格 希望我们都能及格 希望我们在遭遇挫折之后 我们按照这样一些名言警句的格式化 我们努力争取 再爬一个台阶 让自己看到更大的风景 有更大的包容 好了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我在海南过春节 在海南过春节 谢谢大家